美国奥克兰动物园宣布 最近迎来一只年仅八个月的小老虎 然而这位可爱的小家伙并不是来得一帆风顺 因为当它被野生动物部门没收并送过来时 营养状况十分糟糕 不止身上骨骼出现钙化不良 甚至还有多处骨折 面对这样的情况 奥克兰动物园的兽医团队 直接展开了全面的救治行动 他们对这只小虎进行了精密的身体检查 CT扫描和血液检查 并立即给予了营养补充 和其他必要的止痛治疗 此外还额外制定了物理治疗计划 目的是要帮助这只小老虎 恢复因肌肉萎缩所造成的身体损伤 奥克兰动物园兽医院副院长 亚历克斯·赫尔曼博士表示 动物园将全力照顾这只小虎 并为它重新打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只小虎的故事同时也提醒着人们 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